同案的嫌犯王景玉前天被依杀人罪起诉之后呢 市邻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召开了积压庭 法官认为他有逃亡之余 因此裁定积压禁件 不过呢 王景玉竟然当庭举手呛法官说 他没有共犯 为什么要积压 也呼吁法官不要玩地下党 一身身色衣着一搏一搏走进市邻地方法院 他是犯下内湖女同命案的王景玉 和两个月前相比 整个人销售不少 检察官23号侦查终结 向他求除死刑 25号市营地院召开积压庭 决定继续积压 开积压庭时 王景玉坦诚 原本是要找西湖国小六年级的女学生下手 却因为爬围墙时被发现而作罢 还说他的犯案动机是在找一名四川女孩 杀了他服完行之后 就会有另外一名四川女子和他传宗接待 当王景玉看见小灯泡时 就认定他是四川女孩 所以才会痛下杀手 甚至辩驳说自己只有砍女同一刀 而不是23刀 在审判长裁定续压之后 王景玉竟然呛说 又没有共犯 为何要积压 面对审判长询问是否坦诚犯刑 他也非常轻浮地承认 丝毫没有回忆 王景玉接押庭上 不只言语逻辑怪怪的 甚至当庭呛法官为何要积压 最后法官裁定有逃亡之余 继续积压境界等待开庭判决 有点TVCV星夜尾 陈秋德祥台北报道